湖南80后小伙张力已击报十多年 大学毕业后 他依然选择将兴趣爱好发展为事业 从旧报纸中觅得商机 如今他的网店每日成交额达200多单 收藏400多吨旧报纸 坐拥800多平方米仓库 即有1200多万份藏报 大学期间 张力时常往返于古玩市场 废品店收集旧书旧报 大多时候都泡在网上的收藏论坛 与天南地北的藏友分享藏品 2008年 零毕业时的张力没有选择就业 而是决定开设网店 以贩卖旧报纸为业 回忆创业初期的窘境 张力说 当时的每日成交量并不是很理想 那段时间一天只吃两餐 白天一人打理网店 晚上则在表哥介绍的工地上 看守建筑器材赚取生活费 而在与朋友闲聊的过程中 一句不知道我出生那天 发生过哪些大事的玩笑话 再让他找到了事业的发展方向 从那以后 张力便将网店重心 放在了主营生日报上 凭借着多年积累下来的人脉 便利的进货渠道也开始多了起来 张力的生日报 很快就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 并且让他赚到了人生当中第一桶金 9月份马上又开始学了 现在很多订单也开始做起来了 因为学生送礼物之间 他们有更多的一种选择 因为在校学生 因为他们的时间都比较充裕 他们对同学之间的感情也比较重视 所以说现在有很多学生去愿意买这种礼物 送给朋友 作为同学之间的感情的联系 是非常好的 如今 张力的客户不仅遍布全国 连欧美等地都有 在张力的网店里 旧报纸也从单一的读物 拓展为礼物 藏品和文献资料 多年来 张力在收集报纸的过程中 花费了数百万元人民币 张力的藏报仓库 从最初的学校宿舍搬到了50平方米的小房 如今换成了800多平方米的大仓库 他告诉记者 收集报纸的途径多为同行介绍 偶尔自己也会去外省收集报纸 在张力的报纸仓库里 不仅有湖南省内的报纸 其他省份的报纸也都有收藏 报纸收藏了一般分为四康号 创康号 中康号 号外 以及重大事情的报纸 因为现在以前报纸讲究了 就是一个收集的一个种类品种的增加 现在因为几报的方向发生了变化 大多以专题为主 大概可能赚了一个一百多万吧 因为主要是 这个一百多万大多投入在报纸这里边 因为报纸的收获 压库存 基本上都在里面 如今 妹妹张薇也在餐库内负责网店客服和打包的工作 说到哥哥这份事业一路走来的不易 张薇表示 目前店内报纸的价格为68元至129元不等 网店每日的成交量也有两百多单 哥哥的努力也逐渐得到了家人的认可 当时的话 哥哥做这个的话 因为特别是父母 爸爸妈妈是比较反对他的 一个大学生 可以这样说 就说毕业了 不应该说去收这些破烂 现在经过多年的努力 然后现在 爸爸的话也是 在帮着他 然后在一起做事 在仓库里面 现在因为他已经做成事业了 所以家人也是不反对了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